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保路武士鞋 世界不應該這樣,做人應該這樣 世界不應該這樣,修橋保路武士鞋 大家好,上一集和大家深度解讀《無間道一》整套電影 如果真的要評分三套《無間道一》 其實第一、二集我個人認為是最好看的 而劉偉強導演自己都說其實三集《無間道一》是最喜歡《無間道二》 以及深水清的觀眾可能會發現為什麼《無間道一》的體後感和以前的體後感好像少了一點 因為我以前的體後感通常都會每一個角色拆出來再獨立講一講 但《無間道一》的影片我是沒有這樣做的,為什麼呢? 因為《無間道一》的角色基本上在《無間道一》裡面是沒有什麼起乘轉合的 如果你要看到整個角色的起乘轉合,為什麼會由一個人變成另一個人呢? 因為你在《無間道一》裡面是看不到的 那你要加上《無間道二》你才可以看到那個角色的起乘轉合 就是為什麼他由一個這樣的性格變成另一個性格呢? 又或者趁無間道的主題是想重新做人 還有《無間道二》它有很多深層次的比喻 所以我覺得《無間道二》也很值得講一講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無間道二》的深度體後感 和上次《無間道一》的影片也是一樣 我一開始講一下《無間道二》一些比較少人知道的故事 《無間道二》裡面有一個胡君飾演的陸Sir 其實原本這個角色一開始是找梁家輝做的 但是梁家輝因為私人的原因就遲演了 所以最後由胡君取代 我覺得如果這個角色是梁家輝去做的話 那就有點大財小用 因為其實也有傳聞說因為梁家輝炎的氣份太少 所以就不演 但是我覺得找胡君有另外一個大人的理由 就是因為由《無間道二》開始 香港就開始這個合拍片的時代 所以就要找一些大陸的演員才可以投入一些大陸的資金 我覺得原本這個角色是找梁家輝的話 可能是會更好看一點點 因為有時候我看《無間道二》看到胡君 就是全部香港人香港演員突然間彈出一個大陸演員出來 好像有點怪,和整件事不太合 那如果是梁家輝做的話會覺得順冷一點點 不過都是這樣說的 如果梁家輝做這個角色的話氣份太少了 還有為什麼我會說胡君做這個角色有點奇怪呢? 因為雖然這個角色是由大陸演員做的 但他自己的角色設定本身是跟大陸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他其實是一個香港人來的 所以找胡君來做這個角色氣場上好像有點奇怪 覺得他不夠香港人 另外一個角色就是陳銘仁年輕的時候的女朋友 原本一開始也是找蕭亞軒去做的 因為蕭亞軒當時也很年輕 他做一個年輕的角色其實都可以 不會說相差那麼大 但是蕭亞軒當時因為要忙著宣傳這個新唱片和演唱會 所以就參與不到《無間道二》的演出 我覺得如果是他自己做的話 那個連貫性會比較大 現在是找了另一個演員附加利去演出 還有張耀陽在戲裡面飾演魏永孝的臥底羅繼賢 其實整套戲裡面是一句對白都沒有的 但原本其實劉偉強是給了幾句對白張耀陽做的 但是他覺得整個角色好像不出聲 保持沉默 有一點神秘感 而且那個氣場好像比較嚴肅 所以他最後就選擇放棄了幾句對白 做就了整個角色 整套戲裡面一句對白都沒有的 另外劉偉強導演在《無間道二十週年版》的一連串訪問裡面其實有說過 我之前有說過他其實三集《無間道》裡面是最喜歡第二集的 還有第二集其實原本是一個加長版的 是兩個半小時的 因為戲院硬挖就一定要是兩個小時 所以劉偉強導演最後就忍痛剪了半個小時出來 其實有一個版本是兩個半小時 那我就想說那你不如弄個director cast吧 你出碟我一定買 買Blue Way還要 因為我自己個人都很喜歡《無間道2》 雖然他跟《無間道1》的片種完全不同 但是放在整個香港的電影史上 即是一套這麼史詩式的黑社會片 其實都尿尿可數 我想如果真的要跟他比的話 都是這個杜其鋒的黑社會一和黑社會二 還有一個位置就是 整套戲裡面有一個四大家族 四大惡人 那這四大惡人 你看他那個戲裡面的表現很惡形惡上 你以為可能他是一些資深的演員 但其實他們分別就是一些資深的電影人 導演和攝影師 那這個位置我相信很多人都應該知道 因為《無間道2》上了之後 都有不少的報章雜誌 或者是一些YouTube的訪問 都已經解構過他四個人的身份 不過以防有觀眾不知道 我也在講一講 飾演甘地的方平 就是七十年代的資深電影人 也做過演員 如果我有看過他的作品 應該就是這個昌王 他也是飾演一個歹角 另外一個身份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他是爆謝爆起靖的老公 另外飾演文請的就是導演陳德森 他導演過很多作品 包括《紫縣風暴》 《十月圍城》 其中有一場戲說他被火燒 其實那場戲是他自己親身上陣 即是他被真火燒 當然塗了一些特技的防火膏 令到他不會真的被火燒著 但是據說他在拍攝那一刻 才知道原來自己是要被火燒的 那導演說不怕的 有防火膏 但他也因為第一次 他本身又不是特技人 他形容當時有想過縮沙 不過最後想死一死 然後他就跟導演說 如果十秒之內你不拍這個鏡頭 那我就不拍了 那最後他又真的自己親身上陣 上演了這個火燒人的一場 飾演黑鬼的奧智君 其實是電影圈裡面出名的攝影師 而且是劉偉強的師父 因為劉偉強其實還沒做導演之前 他是一個攝影師 那如果你說四大惡人裡面 哪一個是最入型入格 我真的覺得飾演黑鬼的奧智君 即是最入型入格 尤其是他一路吃著東西 一路勵著郭華在講電話 講這個魏家交數 那一下動作和眼神 加上他在咒東西那一下 嘴的動作 很入型入格 最後一個就是飾演郭華的王樂泰 王樂泰也是一個飾演師 而且他也很早入行 他參演過的電影多達110部 和很多不同的導演 包括徐克、許安華、洪金堡、吳宇森、林領東 都有合作過 還有他拍過的電影都有不少 包括宋家王朝、不夜城、紫禹風暴、 投名狀、畫皮、十月圍城 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出名的攝影師 在行內 那這裡我就會講一下電影逐格的深度分析 即是這套電影裡面我看了些什麼 或者我留意到些什麼 我就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但是故事和上次無間島一都是一樣 因為可能大家都已經看過很多次 以及之前已經有很多人解構過故事 那我就盡量就不會講那個故事劇情 大概有些什麼隱喻 我在後面的時間都會再講一講 一開始王sir說他第一次抓那個犯人 在1980年12月12日 12月12日其實就是無間島一上映的時間 還有從這一段對話裡面 我們很快就知道王sir和韓森當時的性格 由王sir的對話可以知道 因為他說之前就有個年輕人 就用水喉通捅死了他師兄 然後他就用這個子彈綠飛 打到他小孩的身上 很多年之後那個小孩就在他面前出現 他就說殺人放火就金腰帶 收橋補路就沒有施鞋 即是一個做了壞事的人 為什麼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還可以混到風山水起呢 所以憑著這件事 王sir就覺得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因果報應 做了壞事的人最後都不會有壞的結果 但是相反了原來以前的韓森 還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因果報應 因為王sir就說 不如你幫我搞定阿爾昆 但是韓森就說 魏山帶他出身的 你現在要我搞定他 就算我真的做了 你也看不起我 由此可以看到 其實當時的韓森還未變成心狠手辣 他個人都挺飲水思緣 還有他相信有因果報應 即是別人帶他出身 你現在要我反他 還有最直接的說話 就是韓森說過 師傅曾經跟他說過 因果報應總有事 之後年輕版的劉建明很快就出現了 跟無間道一一樣 他有個小動作 手拿著一些文件或一些東西 他會很不經意地拍下自己的大腿 還有剛才說完四大惡人 是由不同的導演和攝影師組成 其實飾演魏坤的演員 也是一個很出名的導演 就是張同祖導演 但其實你問我有沒有看過他的戲 我沒有看過他的戲 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差不多已經轉型做了演員 八九十年代很多電影 他都有份做和有份客串 然後劉建明很快就拍了魏坤 劉建明經常說自己想做一個好人 但其實他一開始的底部已經是黑 所以他就算怎樣做都做不到好人 正所謂萬般帶不走唯有葉隨身 所以他最後才想說和陳永仁換 因為陳永仁的底部一開始就是白 陳永仁在整個系列裡面才是真真正正的大好人 因為他是一件髒事都沒有做過 但劉建明就不同了 他做過的所有髒事都是跟著他 除非他換過另一個人生 否則是沒有辦法可以清洗他自己過去的所有所作所為 還有也想說一說 這個時期的陳冠希 真的是男演員的顏值巔峰 就算我拿回這二十年來出道的演員或者新人 都沒有一個可以跟陳冠希當時的顏值相比 還有Mary姐說這部古董機有些傻人說他高音甜中音準低音勁 而那個傻人正正就是他現實生活中的老公梁朝偉 還有有看過上集都知道原本吳振宇是做韓森這個角色的 那我覺得很幸運他沒有做韓森的角色而是做了魏永孝這個角色 因為如果你要我想起吳振宇演藝生涯有什麼重要角色他演過呢 第一個當然是林昆 但是如果你說林昆和魏永孝 我就喜歡魏永孝多一點 起碼是整個智慧型罪犯 雖然他是一個黑社會大佬 黑社會龍頭 但是你看到他一點黑社會味都沒有 反而是像一個書身 其實後期《道奇豐》黑社會2裡面 古天樂飾演的Jimmy仔 都是想做到類似這種書身型 很有智慧 又說去讀MBA 但是如果你說Jimmy仔和魏永孝 哪一個演活這個書身型的黑社會龍頭多一點 一定是魏永孝 高班很多 所以演技有深淺 就是一個演技好的人 他可以演到那個角色 你覺得他是由內在散發出來的 即是他那種書身的氣味 不是流於表面 是由內在你覺得他是一個很書身型的角色 還有一講再講 也想講一下這個四大家族 即是這四個導演和攝影師 因為以前 例如看一些黑社會的電影 例如《古惑仔》 或者《道奇豐》的銀河影像 都拍過很多黑社會類型的角色 其實每一個人看下去 雖然他們個個都惡形惡相 但略嫌有少少浮誇 但是這四個攝影師和導演 他演出來 你一眼看下去 這四個人已經絕非善慮 而且感覺他們好像 身經八戰 經歷過很多事情 很深謀遠慮的老屁股 還有就是找魏英雄做這個魏家的大家姐 我覺得選角真的很好 因為一來魏英雄本身看下去 他就不是柔弱女子 還有他演出那種很有勢力 但是同一時間 他又很識大體的女人 還有就是 魏英雄 他不愧是第一屆影后 他連一句很簡單的對白 他的眼睛也有氣 因為你看一下 現在這個畫面 你留意到他的眼睛 其實是有少少眼淚 但沒有流出來 但這個鏡頭 只有兩三秒 而一個兩三秒的鏡頭 他也可以做到這麼有氣 可想而知 魏英雄 他是不負第一屆影后的名銜 還有這個位置是說魏昆死了 但是全家人反而顯得很冷靜 在角色的設定上 我也覺得很合情合理 因為魏家每一個人都應該見慣大場面 起碼在演繹上他們都不會哭苦哭乎 好像很精通人情世故 還說爸爸可以活到今時今日 其實已經賺了 好像他們所有世事已經看透了 雖然四大家族個個都惡形惡相 但是魏永孝一走出來的氣場 也不輸蝕 而且又到了這個香港懷舊系列 有些年紀的觀眾看到這條雪條 應該都知道是牛奶公司出品的鳳仙 我想問一下其實現在還有沒有鳳仙賣的呢 還有四大家族不交數這裡 我覺得整個計算算得很準 首先魏永孝一早就收集了四大家族的黑材料 他一早就遇到只要自己的父親死了 個個都會不交數 在這個時候他就拿出來逐個逐個搞定他們 首先他找到四大家族其中兩個 做了一些背叛甘地的事 令到那兩個家族交數 本身加上寒心已經有三票 令到背份最小的民情都不得不交數 就會變成四票 所以令到最後背份最大的 看來背份最大的甘地也沒辦法不交 魏永孝最厲害的地方 其實在這場戲裡面雖然有四個家族 但他其實只是做了兩件事 令到四個都交齊數 而且將他們四個人的利害關係就算盡了 其實這個位跟無間道一裡面 韓心的交易現場是有點像的 即是都是一些招來招往的鬥志場面 但分別就是無間道裡面 他是四個不同的parties 隔空地互相出招 但這裡就只有魏永孝對其他四個家族出招 一方面的剪押 就不像無間道一那樣 有一種招來招往的感覺 但我想說四大家族裡的甘地其實也挺欺負 首先老婆跟郭華有路 然後他又被黑鬼偷了那些可卡因 看來四大家族裡面最蠢應該是甘地 雖然他的樣子好像最有背份和最惡 還有魏永孝不單在這場戲裡面 玩謝四大家族 是連警方也玩了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王Sir說收到他的針的線報 那魏永孝就拿了100萬的可樂英 但其實去到的時候發現 那個行李箱裡面只是一本雜誌 雜誌的封面還要是少美琪 我估計放流料給王Sir那個應該就是寒心 因為當王Sir看到寒心的時候 不出聲就打了他胸口兩下 我相信在魏永孝身邊 他有用到的人一定不是四大家族的人 只有寒心 而又跟警察有關係 可以放流料給他 應該就是寒心一個人 另外一個位置我也覺得挺好的 其實整部電影有很多一兩秒鏡頭 拍一拍張耀陽 其實那個功用就跟無間道1裡面 那些一兩秒鏡頭拍一拍的林家棟 就是其實鏡頭上面就暗示告訴你 他是臥底 那張耀陽看到的行李箱裡面 是一本少女雜誌的時候 他自己嘴角也笑了一笑 還有當警察走了之後 魏永孝回憶到他爸爸當年開了個字花檔 做到今時今日這麼大的社團 他都忍不住流了一滴眼淚 完美地演繹了魏永孝這個人 雖然非常聰明機智和冷靜 但是家人對魏永孝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往往是他的情緒上的突破位 後面的時候我會再講一講 還有在這個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的警察還在遵守著大英法律的精神 就是寧眾無枉 還有陳永仁知道自己不能做警察 之後被王sir招攬做臥底的時候 他那個上司就問他 你還想不想做警察 陳永仁當時就答他他想做好人 其實情況就跟後面的劉健明有少少相似 因為後期的劉健明知道自己的底是花 所以他想告別至過去的自己做一個好人 而陳永仁這裡他天生的底就是花 因為他的老爸是黑社會大佬 所以他想告別天生的自己做一個好人 還有這個部分的背景音樂都非常好聽 還有入警察學校這一幕也都完美銜接回 無間道一一開始陳永仁被人隔離 還有劉健明說我都想和他玩經典的一幕 還有就是陳永仁做臥底之後 他被人派進監倉 然後王sir去探望他的時候就問他 怎樣啊 頂不頂得住 其實這個位置是reference 無間道一 有一幕是陳永仁打電話和王sir聊天 就跟他說頂 怎樣頂啊 看來陳永仁做臥底的期間 王sir經常問他頂不頂得住 成為他的口頭禪 還有有一部分 胡君就跟王sir說 你是不是有病啊 找陳永仁做臥底 魏永孝是他的哥哥 然後王sir說那我怎樣 其實胡君的意思就是你竟然這麼殘忍 找陳永仁去捉死自己哥哥 就算是警察想維持治安都不要這麼殘忍 但是這個時候的王sir其實可以看得出他做事是不擇手段 前面又慫恿韓森的老婆Mary姐去殺死魏昆 到現在他又找陳永仁去捉死自己的大哥魏永孝 可見他為了達到目的是不擇手段 雖然他的外表和行為看起來好像一個好人 但他的行事手法是比黑社會更加不近人情 其實我也明白為什麼當時會找陳冠希做劉德華的年輕版 除了當時他是顏值最高和最當鋒的男演員之一之外 其實某些角度看過去好像這個角度看過去 真的幾次劉德華 還有雖然當時的余文樂只是初出茅路 但有一個位置我也要站一站 這個位置就是魏永孝叫陳永仁回家幫忙 因為他們兩兄弟是事實來的 余文樂當時看了一眼魏永孝 雖然這個位置只有半秒 但他表達到陳永仁的內心其實有一下掙扎 因為他進來其實是要捉死他大哥 但他真的當了他是親兄弟 令到他內心掙扎了一下眼神飄移了半秒 大家重看的時候可以留意這音樂 不過有一個人物性格和時間點 我覺得和第一集不太對得上 因為第一集韓心要派臥底進警察部 很明顯那個韓心已經脫變了另一個人 即是無間道義完了之後 韓心認識到自己不再受因果影響 因此他變了另一個王Sir 做事不擇手段 這個性格才是他會派臥底進警察部 但在這個位置韓心還沒做到那麼盡 就已經派了劉健明去 和他在無間道一開始說 一將功成萬骨夫的性格 是完全兩個性格 和韓心和劉健明說 說他職位越升越高 到時就要被他拘捕了 那不如讓你拘捕我吧 這句話就一語成慘 在之後無間道一 劉健明就真的拘捕了韓心 因為殺了他 還有就是劉健明用一部鑊紋 把鑊紋插進Mary姐的Hifi機裡 那個錄音我們可以聽到 是王Sir的聲音 所以可以看到 韓心當年派這個臥底進警察部 其中一個目標就是王Sir 魏永孝開Party這裡 配上了一首那麼卡式的音樂 人們經常說無間道 而是港版教父和抄了不少教父的情節 在這個配樂下 令到這部電影更加教父 還有畫面上的演員 叫做連海 不知道有沒有人認識他 當年他就和這個五彥祖 拍了一部魏紀錄片叫做四大天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魏永孝說當初他爸爸買這間大屋的時候 是928萬 到了今時今日 房子已經值1億 也反映了當時香港社會的現象 其實這個 樓價指聲不跌 就不是今時今日的事 是九幾年的時候已經開始 不過最近好像很多人移民 所以樓價跌了很多 聽說明年還會再跌 不知道是不是 還有魏永孝說 九七快到了 所以他們整家人想移民 也反映了當年社會的情況 在九七之前 我有很多同學和朋友 都移民了加拿大和英國 情況就好像今時今日 很多人離開香港 看來世事都是一個輪迴和循環 每隔一段時間 相同的事就會發生一次 這裡就是一個一秒鏡頭 拍著張耀陽 其實他們看到陳永仁 在垃圾桶裡撿了一張紙 但他就沒有補寸 所以跟林家動一樣 其實電影有很多鏡頭 告訴大家 哪一個是臥底 又到了香港懷舊系列 不知道有多久 大家沒有看過 巴士上沒有 Roll Show的電視 還有車頭的倒後鏡 真的是倒後鏡 我想現在已經轉成電子鏡頭了 還有車外面的風景 就是今時今日的 郵輪碼頭和 觀塘海賓長狼公園 當時只不過是一塊 吉地被人放課櫃 但我想說 往常和陳永仁實在太大意 竟然沒有發現 胡君都在巴士上 如果當時不是胡君 黑社會的其他人 他們兩個的關係 就會被人釋穿了 還有就是 王Sir 鬥了Mary姐的下巴 之後 其實我留意到 Mary姐起床的時候 他下意識 按了一按自己的裙子 這兩個小動作 可以看到 Mary姐和王Sir 其實可能有一些 不可告人的關係 如果是真的話 那就解釋到 為什麼王Sir 可以說服Mary姐 去暗殺魏昆 因為魏昆 照理來說 當時應該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威脅寒心的安全 還有這個位置 張耀陽就看了陳永仁一眼 他就發現陳永仁的手 不斷在打魔師密碼 但他也沒有即時踢爆陳永仁 所以再次用了一秒鏡頭的交代 他是臥底的線索 還有就是 陳永仁和張耀陽被拘捕了回警局 在警局的陳永仁 嘴角忍不住笑了一下 那麼 張耀陽就一直看著他 其實也可以看到 張耀陽的嘴角也有少少微笑 他在想著 難道你也真的是臥底 咦? 那整部電影就有兩個位置 展現了魏永孝的聰明才智 第一個位置就是魏永孝 在四大家族不交數的時候 怎樣令到他們交數 另外一個位置就是他要殺死四大家族的時候 首先他就設計令到警方抓了自己 證明他自己和殺四大家族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同時他可以知道身邊有一個臥底存在 因為他交易的事其實只有幾個人知道 另外他可以藉著這次的機會 一次過清除所有有機會影響他生意的人 因為四大家族雖然都屈服在魏永孝之下 但其實個個對他的生意都虎視眈眈 要殺韓芯是因為他知道了 他老婆就是殺他自己老爸的兇手 所以魏永孝一定會搞定Mary姐 而搞定Mary姐之後 韓芯一定會反台 所以他要首先殺韓芯 同一時間再殺Mary姐 不過這個位置就是看估不要搏估 魏君又怎可以知道 王sir和Mary姐在哪一間酒店房間出現 除非他們首先買通了那間酒店的職員 特別安排Mary姐和王sir 在指定的房間會面 否則他很難預先在那間房間 設定閉路電視和錄音 拍攝他們的罪證 又或者這樣說 如果我前面的推論是對 王sir和Mary姐 是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關係 即是王sir和Mary姐 定期會在指定的地點 一間指定的房間是優惠的 而這件事就被魏永孝的私家偵探發現了 所以他們就優先去到那間房間 設定好所有的閉路電視和錄音機 直到等到王sir和Mary姐 下一次優惠或者見面的時候 他們都會習慣性去回同一間房間 這樣就會錄到他們的對話 因為為什麼這裡說 王sir和Mary姐 會有一個不可告人的關係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Mary姐嘴裡整天掛著一句 只要那個男人好 他做什麼都可以 他這個位置會不會暗示了一些事情 還記不記得王sir 一開始和韓心說他從來沒有拉過他 那為什麼會從來沒有拉過他 會不會是因為Mary姐和王sir 有一些特別關係 令到王sir從來都沒有拉過韓心 魏永孝這個角色有一個特點就是 雖然他身為黑社會大佬心狠手辣 甚至殺死四大家族 但是在這個位置 他其實是比警察更加像警察 因為王sir身為警察 但是就指使Mary姐殺魏永孝的爸爸 但魏永孝沒有反過來 立即殺回王sir 而是用一個佈局 令到王sir自焦自己 就是殺了他爸爸的兇手 利用法律去制裁王sir 我覺得魏永孝心知道 要對付一個好人 就是要去接受法律制裁 知道自己做錯了 這樣才是對這個人最大的懲罰 所謂的無間地獄也是這樣 尿啟智這個角色做得最好的地方就是 整套戲其實他只有一句對白 很多時候他都是沒有對白 但是他可以做到心狠手辣 他又對自己人也會很好 但是對其他人你會看到他很凶狠 光是這個鏡頭就顯示了 尿啟智這個角色 是一個很令人不寒疑慮的人物 還有荒謬的事情 不僅是今時今日才會發生 原來以前都不停發生這些事 就是明明王sir就是教唆殺人 而且罪證確鑿 但是胡君竟然說 所有的上頭都支持他 完全是法律如無物 又到了香港懷舊系列 當時Merry姐她離境的機場 還是啟德機場 不知道看這條片的觀眾 有多少人去過啟德機場 如果你去過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你也是老鬼 同樣就是 當時的珍寶海鮮房 還好地地在香港仔 今時今日 珍寶海鮮房已經不知去了哪裡 究竟他是沉了 被人拉走了 還是被人送到其他國家解體了 我們完全不知道 也是沒有交代的 韓芯一復出之後 他除了找回劉建明 還找回大B 即是林家棟的角色 而之後韓芯偷走了 那條路 本來就是林家棟這個角色 去守住 但是這樣也被他走掉 很明顯是林家棟這個角色 即是大B 就放走韓芯 還有我想這個應該是 這條片裏面 最後一個香港懷舊系列 這個電話 Lokia的電話 我們當時叫香蕉 其實這部電話 是當時最頂級的電話 而且他的外形非常獨特 下面的蓋子 就這樣推下來 推完之後 電話就會彎彎的 整條香蕉 一拿上手就認得了 魏永孝這個人 雖然心狠手辣 他視所有的人 都是他的敵人 包括他自己 最親的手下 韓芯 他都打算去對付他 但魏永孝一說到他的親人 就是他的死穴 只要一有事 威脅到他的親人 平時冷靜機智沉著的他 然後馬上失去理智 跳了掣 還有我覺得整部電影 其中一個最適合力場的位置 就是陳永仁一直埋伏在魏永孝身邊 收集他的罪證 想要殺死他 反而魏永孝在臨死前發現 原來自己一直相信的弟弟就是臥底 但他依然保持著他的宗旨 就是家人永遠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到最後都沒有揭發陳永仁臥底的身份 還偷偷地把他的錄音機收回 這段我覺得整部電影中 其中一個最好的位置 電影到最後就踏入了97年香港回歸 其實97來到後 韓芯不僅殺死魏永孝 他還得到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亦都預意著 香港人在97年之後 亦都要面對重新做人這個問題 整部電影反而最令我感動的位置 不是魏永孝 沒有揭發陳永仁臥底的身份 當然這一段我覺得很好 都是感人的 但是不夠我現在講的這段感人 就是所有的警員 將簿上面的徽章 由香港皇家的警察 換成香港特區警察 還有當時下雨這個位置 在電影裡有交代 因為我很記得 當年1997年6月30日 那天經常都是天陰陰和下著大雨 然後我記得我看著電視機 看到彭定康那家人 就搭船離開 然後港英旗慢慢落下 取而代之是香港特區區旗 這個細節是完美地反映當年的實況 還有一個位置值得大家細微 就是寒心他雖然看著室外的窗景 煙花摧殘 但是他就流了一行眼淚 而那一行眼淚當然是因為一個細胞的人 一段已經過去了的時光 而導演刻意要將這一幕放在97年回歸 大家又覺得寓意是什麼呢? 那這個位置我想分別說一下幾個主要角色 因為大家會發現上次《無間道1》的時候 我的太后感是沒有說到那些角色的 那為什麼是沒有呢? 不是因為我忘記 是因為我故意放在《無間道2》裡面才看到的 因為《無間道1》的角色 其實單以一個集數去看 即是單以《無間道1》這個集數去看 其實那些角色是起承轉合不夠多 除了劉健明比較豐富一點之外 其餘其他角色其實都比較單一的 就以《無間道1》的陳銘仁來講 他一開始就是好人 一個好人臥底 但他到最後也是好人臥底 即是他的角色是沒有什麼轉變的 韓森也是一樣 一開始就是一個壞人 他到最後也是壞人 情況在王Sir身上也有出現 就是他的角色在同一集的電影裡面 其實是沒有什麼轉變的 唯一豐富一點就是劉健明 就是劉德華的角色 那為什麼我要放在《無間道2》才講這個角色的分析 就是因為你要看《無間道》這些角色 你是需要整個系列去看的 只要你把《無間道2》 拉回《無間道1》一起看 你就會看到某些角色在某些位置上 它是有起承轉合 還有它是整個角色的生涯 是經歷過轉變的 你會看到那個角色的性格是立體了 還有有一些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的原因 你要看完兩集才知道 原來他的性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做 原來你要看完兩集才知道 那個角色的發展是這樣的 首先第一個角色我想說一下魏永孝 魏永孝很明顯是整個《無間道2》裡面 導演和編劇比較偏心的人物 因為整個故事的重心 反而不是落在年輕劉健明和陳永仁身上 雖然他們都是主角 但我覺得整個電影的重心反而很多著物於魏永孝這個角色 而且他是寫得特別出 吳振宇做得特別好 我記得曾經看過一篇訪問 吳振宇說魏永孝這個角色其實跟他不相似 因為他本人的性格比較火爆 我們看之前有些新聞說他裝修那件事都知道有點火爆 但魏永孝個人比較冷靜和松容 我覺得這樣的反差反而造就了這個角色的成功 魏永孝的冷靜多數都是出自於他的EQ高 其實你說他有沒有怒火 其實他有怒火 大家可以看到最後他想殺死寒心的時候 他又一次過把怒火爆發出來 所以我才說家人是魏永孝這個角色的死穴 但凡接觸到所有跟家人有關的東西 魏永孝就會馬上跳線 而這個角色無獨有偶又跟教父裡的Michael 是有點相似 因為魏永孝和Michael同樣都是家族裡最有潛質的一位 也是在順利在一個家庭遭遇巨變的時候 一個人揹起所有責任和化解危機 表面上兩個角色都是打理黑幫的事務 但骨子裡其實最重視就是他們的家人 他們兩個角色都是把敵人清理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開始把他們黑社會的事務合法化 即是想洗白他們自己的生意 混合正行 魏永孝和這個教父同樣都是受到家人的背叛 魏永孝最後發現自己的弟弟陳永仁其實是一個臥底 假設如果無間道義的結局 魏永孝是沒有死的話 他會不會好像教父2裡面Michael 跟他弟弟說 You break my heart 前面我也有說過 如果你要回想起吳鎮宇 在電影影壇上他拍過什麼角色 是令我覺得特別深刻的 一個就是這個林坤 另外一個絕對是魏永孝 個人來說我比較喜歡魏永孝這個角色 吳鎮宇很成功地把一個 黑社會龍頭的大哥 他沒有把這個角色演繹成為一個 很粗皮的古惑仔 或者是一個比較 我們心目中 黑社會大佬應有的那種形象 就是很空神惡殺 就好像四大家族一樣 反而魏永孝這個角色 你覺得他是一個書身 但是腦裡有很多辦法 但是這個書身 又絕對不是一個好人 因為他做事很心狠手難 當四大家族 以為魏昆的兒子都沒有用 每個都是讀書人 反而最難對付就是這個讀書人 吳鎮宇很拿捏得到魏永孝這個角色 說話不是很多 但是每次說出來的對白都很有分量 還有很壓到場 就算你拿回無間道一的奸角 即是韓心 那種壓場的氣氛 魏永孝給出來的感覺和韓心 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說現實裡面 我遇到這兩種人 我會怕哪一種多些 我會怕魏永孝這種人多些 因為韓心他不妥理 他是會放在面上的 但是魏永孝如果他不妥理 他是不會表達給你知道的 所以你不知道魏永孝什麼時候會出手 亦因為這樣 四大家族才會出手 因為他又看不出魏永孝什麼時候會出手 所以如果以整個無間道系列 一二三集說完 你說奸角造型最成功 我會覺得魏永孝 反而都不是劉健明 甚至乎拿回二千年同期的其他電影來講 哪一個電影人物的造型最適合 我都會想起魏永孝 所以很慶幸當年 吳振宇不是做了韓心這個角色 而是做了魏永孝這個角色 我反而覺得 當年如果他做了韓心 反而是不會那麼出 反而他現在做魏永孝這個角色 是更加適合他 而韓心這個角色 又更加適合曾志偉 那韓心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無間道義裡面的韓心 他做事都還叫做有分寸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個人是信佛 是比較相信有因果輪迴的事情 所以王Sir一開始 叫他幫忙搞定魏昆的時候 韓心欣然地拒絕了他 還跟他說 如果我幫你對付他 那我還是人來的 你也看不起我吧 他是因為自己一心一意 去幫魏家打理生意 但是竟然魏永孝 是要殺了他 還有最重要就是 他最愛的老婆也死了 令到他完全捨棄了 這個因果輪迴的概念 尤其在無間道義最後那裡 在九七回歸的吹燦煙火下 他徹底告別了過去的自己 不再是那個 事事恩循恩果報應的人 現在的他 只是想不擇手段 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東西 那從整個角色的 即是起承轉合變化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以前的韓森 是一個比較遵從規矩的人 那他發展到中間 因為有一些巨變 令到他 變成無間道一 那個心狠手辣的韓森 還有一個細節位 就是無間道一的時候 韓森一夜把那些飯盒掃到地上 那無間道二一開始 就是有一場吃飯器 韓森吃完飯之後 其實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他一個個飯盒 幫忙蓋上蓋子 那跟第一集的他 是完全成為了一個強烈的對比 而王Sir這個角色 如果你無間道一夜 拉兩套戲來看 你都會看到整個角色的轉變 因為無間道一裡面 王Sir是一個比較 從規道舉的警察 起碼在無間道一裡面 我們看不到他有什麼脫軌的行為 但在無間道二裡面 其實他一開始是一個 為求達到目的 即是不擇手段的警察 即是身為警察 他竟然是要 教唆殺人 殺死一個黑社會大佬 以及為什麼會影響到 他成為一個 叫做做事不擇手段的人 因為他跟曾志偉這個角色 是一個 開頭的時候 是一個完全相反的狀態 因為曾志偉的角色 就是相信因果 而王Sir 就是一個不相信因果的人 因為他說他自己1980年出道的時候 就看到有個 年輕人 就用水流通捅死了師兄 最後那個年輕人 坐牢後 身光頸靈 他就覺得 一個人做了壞事 竟然也沒有報應 最後還可以很風光地過日子 令到他 深信這個世界 好人是沒有好報 因果是沒有循環 而也因為王Sir 他自己太過脫軌的行為 殺死了魏昆 令到魏永孝出生 再引發到魏永孝 要殺死韓心 去剷除一些對他有潛在威脅的人 令到韓心的性情大變 變得被魏永孝更加不受控制 所以王Sir在這個位置 他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 是製造了給魏永孝和魏昆一個更大的麻煩 所以在這一連串事件裡面 令到王Sir重拾 原來因果是真的有報應的 亦都是 應驗了無間道義一開始的時候 韓心有一個對白 就是說 就是他師父跟他說 因果報應總有事 所以我想王Sir在這個時候 他也是深深地明白了 因果報應總有事 已經是報到他身上了 所以從此之後 他就由一個不擇手段的警察 變成一個相對上 從規道舉的警察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王Sir和韓心這兩個角色 是完全全成為一個 相反對立面的存在 在早期的時候 韓心是一個聽話的人 可以這麼說 王Sir就是一個不聽話的人 但是大家兩個角色 去到中間發生了一件大事件之後 他們兩個的性格 反而是走到雙方的對立面上 即是原本韓心是聽話的 王Sir是不聽話的 但最後王Sir是變了聽話 韓心是變了不聽話 那這些角色的起承轉合 有一個好看的地方就是 你會覺得一個角色的性格 是比較立體的 因為一個人做人 不會這麼單面向的 譬如你和我都好 性格不會是這樣的 可能對著一班人是這樣的性格 你對著上司有一個性格 你對著家人有一個性格 你對著家人有一個性格 你這裡已經是有幾個性格了 那你對著不同人 又會有不同的性格 還有一個人在不同的階段 他想法的方式和性格 其實都會有些不同 即是一個人不會長時間 都是維持著在同一個性格上面 那要表達到這些角色的性格 有這麼細緻的起承轉合 其實很多時候 在一部電影裡面 是比較難做到的 不是做不到 是比較難做到 即是如果你有多些時間 去描寫這些角色的起承轉合 就通常會是一些系列電影 或者是一些劇集 那有一個位置 近年Marvel的電影 是有一個異曲同工之妙 即是和王Sir和韓森的情況一樣 就是這個美國隊長和Iron Ma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Iron Man 其實一開始是一個很放蕩不羈的人 即是他是不受約束的 但是美國隊長一開始是一個政府機器 即是政府叫他做什麼做什麼 他是完全相信政府的一個人 但是中間發展了很多事情 即是他們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 去到美國隊長3的時候 美國隊長由一個很相信政府的人 變成一個反政府的人 他完全不相信政府 說要公開超能力者身份的政策 最後還離開了這個復仇者 然後就被世界政府追緝 通緝他 成為了一個反政府的角色 但是Iron Man就很有趣 因為他一開始是放蕩不羈的 即是不受約束的 但是去到中間經歷了那麼多事情 他去到美國隊長3 他反而是支持政府的法案 是認為超能力者或者超能人 能力者 是需要受約束 是需要受到一個條約的規管 那麼你們看到這些角色 我會怎樣去形容他呢 就是他由一個極左的人 變成一個極右的人 同一時間 那個角色的對立面 會由一個極右的人 變成極左的人 那麼這一個情況 在美國隊長Iron Man 以及韓森 王Sir身上 都是有發揮同樣的功用 令到整個角色的描寫 是更加立體的 而劉健明這個角色 在無間道1的時候 他已經強調自己是想做好人 那麼我上一集 其實也有說到 究竟他一個好人還是一個壞人 那麼我上一集 其實也有說過 我就不覺得他一個好人 那麼我今次這個角色的解說 仍然會覺得他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好人 就是看無間道2 整個角色的起承轉合 都覺得他不是一個好人 首先劉健明這個角色 跟陳銘仁一樣 其實他那個角色的起承轉合 不算是很大的 起碼他沒有韓森和王Sir那種 是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陳銘仁和劉健明這兩個角色 只是在一定的程度裏面發揮 就是沒有那麼極端 其實在劉健明年輕的時候 他根本上已經是一個壞人 因為由他殺死魏坤 到殺死他自己心愛的Mary姐 你都看到其實他做事都挺不擇手段 還有很多時候都是為了自己 因為殺魏坤他就是想得到Mary姐的歡心 而殺Mary姐 就是因為他心知道自己是得不到Mary姐 那麼既然我得不到其他人都得不到的情況之下 他就殺死了Mary姐 所以你看到他做事其實都挺自私自利的 如果你說好人的其中一個要點來講 我覺得是要犧牲小惡完成大惡 但是劉健明這個角色 完全是沒有一個犧牲的精神 他做所有的事都是為了自己的快樂 以及滿足自己 所以劉健明在《無間道一》裡面 他說以前我沒有選擇 現在我想選擇做好人 其實他第一集一直都說到自己好像很迫不得意 即是他沒有辦法之下才是做壞人 現在有得選擇他想做好人 劉健明就想說 在迫不得意之下做的那些錯事 並不是他的本意 是因為為世所迫他才做那些錯事 但是在《無間道一》裡面 你可以看到劉健明為了重新做人 他是毫不含糊地消滅所有知道他真實身份的任何人和事 包括在最後林家棟其實他是救了劉德華 其實只要他跟劉家棟合作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人可以知道他臥底的身份 他也可以繼續做他的好人 但是劉健明他為了要達到自己完美地成為好人的定位 他是不惜地殺林家棟 那不是說他沒有得選擇的情況下才殺人嗎 現在有得選擇的情況下 他也是要殺林家棟 原因是劉健明他不單要做一個好人 而是他要徹底為自己進行一個洗底的工作 以便他在一個新的環境和秩序之下成為一個成功人士 所以他在電梯裡面解決了林家棟之後 他重新在電梯裡面走出來的時候 他驕傲地拿起能夠證明他是好人的警察委任證 還有到最後劉健明親手殺死自己心愛的Mary姐 但是當他遇到另外一個同樣叫Mary的女人出現的時候 你就可以證實到其實劉健明這個角色 一生都在假中求真 因為其實他真正的身份是一個黑社會 但他又假裝自己是一個警察 明明他是一個壞人 他又當自己做了好人 明明他親手殺死了自己心愛的Mary姐 但他又當另一個女人是原本的Mary姐 所以劉健明這個角色 一生都是一個虛假的世界 即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裡面 他只要當那件事是真的話 那件事就是真的 他不管事實是不是真的 可能也是這樣導致他在無間道3裡面精神分裂 即是以為自己真的是陳永仁 至於陳永仁這個角色相比我剛才說過幾個角色 他的變化在無間道裡面其實相對上較少 相對於韓森和王Sir 他們從一個極端走向對方的極端 劉健明的一生就是假中求真 魏永巧就希望他可以為整個家族帶來重新做人的機會 如果這樣看的話你就會發現 陳永仁這個角色在無間道1到無間道3 他是唯一一個角色從來沒有變過 也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劉健明才幻想自己可以成為陳永仁 因為陳永仁這個角色始始終是一個好人 不像劉健明有一個髒的過去 雖然陳永仁這個角色好像沒有什麼特別變化 但其實這個角色是吻含了一個很深層的意義 這個部分我會放在下一部分一起說 因為下一部分是比較認真的題目 最後就來到這個體後感的部分 其實無間道無非就是一個重新做人的故事 每一個角色基本上都是涉及一個重新做人的概念 劉健明他想重新做人因為他的底是一個壞人 他是想做一個好人 陳永仁他想重新做人因為他天生他的家族是一個黑社會底 他是想做警察做一個好人做一個正常人 而王Sir他想重新做人因為他的過去曾經是不擇手段的害死過很多人 之後他是想做一個奉公守法的警察 寒心他想重新做人因為他的過去太過軟弱太過相信恩果 導致魏永孝滅他全家 所以之後他要重新做別人成為一個不擇手段的人 魏永孝想重新做人因為他的家族曾經做過一些不見得光的勾當 所以他想洗底令到他自己和他的家族都可以浮上這個社會的光明面 所以這部電影裏面所有角色的重新做人的命題 其實是趁這部電影最後 1997年回歸這部電影其實都是想說香港人都要重新做人的命題 其實一直以來香港人都有一個身份模糊不清的議題 尤其是1997年之後香港人其實有時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什麼人 有些人會說自己是中國人 有些人會說自己是香港人 也有些人會說自己是英國人 講到尾其實我們都不是太清楚自己歸根究底是什麼人 又或者我們願意承認自己是什麼人 可以試想一下如果假如現在有一個人問你你是什麼人 或者有一個外國人問你你是什麼人 那你一般來說你會怎樣回答呢 你就會知道香港人有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 但同樣的問題就未必會發生在其他國家的人上面 例如他是英國人他就告訴你自己是英國人 如果他是日本人他就告訴你他是日本人 但如果有人問你是什麼人的時候 一般來說香港人都會有一點點猶疑自己到底應該是說什麼人 就好像電影裡面有些角色想做好人 有人想做壞人 有些人的身份是警察 有些人的身份是黑社會 但雖然某些角色已經有一個既定的身份 但他們同一時間又是臥底 即是他們有雙重身份 所以好像劉健明這個角色一樣 有時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好人 是壞人 是黑社會還是警察 又或者什麼時候 什麼場合 對著什麼人的時候 他需要用哪一個身份呢 如果有些很聰明的人 他就很善用於自己有多重身份的優點 有些時候他承認自己是警察 那麼他就說自己是警察 有些時候他覺得做某些事情是有利於他的生意 他就會說自己是黑社會 同樣的情況其實也有發生在現實上 好像有些達官貴人 他們就很擅長地善用這種雙重身份 就好像劉健明說過 他說他以前沒有機會 但他現在想做好人 這個位置其實現實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例子 例如九七之前有些人是特別親嬰 九七之後和一群人的取態是完全180度改變 還有九七之前不是有人曾經做過很多事情 去聲援五月多了出來的幾天嗎 但是九七之後他們突然之間變成另一個人 對當年發生的事情隻字不提 和當年的所作所為是完全相反 所以在這個位置大家又會不會覺得 九七亦都賦予了一群人重新做人的機會呢 就好像劉健明、陳永仁、魏永孝、韓森、王Sir等人一樣 都是有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而對比他們今時今日的所作所為和當年來比 你又覺得他們當年是在做臥底 還是今時今日才是真臥底呢 就好像劉健明一樣 不過這群人是成功了的劉健明 假如無間道一個故事發展不是這樣的 是劉健明問陳永仁可不可以給他一個機會的時候 陳永仁說可以 劉健明就會好像我剛剛提及到的那群人 重新做人成為另一種人 如果以電影故事的角度來說 劉健明就成功轉做了一個警察 即是由一個黑社會轉做了一個警察 但是我剛剛提到的那群人都跟劉健明一樣 他們會尋求徹底將過去做過的事情清除 為了徹底完成自己的洗底工作 以便在一個新的環境和秩序之下成為一個成功的人士 他選擇背棄自己的過去 就好像劉健明一樣 明知道林家棟也是韓森派去的 可以叫做同門師兄弟 但因為這個同門師兄知道他過去發生的事情 而因為劉健明要洗底 所以他選擇把這個隱患親手解決 最後在電梯走出來 就只有一個成為了好人的劉健明 陳冥仁這個角色很明顯就是 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完全沒有含糊的人 他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是一個警察 是一個好人 但在電影的橋段中 硬要做一個黑社會 情況就好像現實生活中 有些人對自己的身份其實是一個既定的概念 但你現在告訴他 他以往的身份已經不復存在 從今開始你要用一個新的身份去生活 一個你以前從來沒有承認過的身份去生活 陳永仁這個角色的痛苦 是來自於他明白自己是哪一種人 而不願意去成為另外一種人 如果說劉健明是一個聰明仔 不同的時代他可以轉換不同的身份去過活 即使他千方百計在新時代之下 要剷除他舊身份的任何記憶 陳永仁就代表在新時代下 有些人是不願意拋開過去的身份 那個他本來的身份 與生俱來他就是那種人 不願意去用新身份來生活 所以陳永仁這個角色 才由始至終都沒有改變過 亦都意預住現實生活中 有些人是從來都沒有變過的 還有電影最後 借助香港回歸的片段 英國國旗換上特區區旗 暗語黑幫人士的掌台人 由魏永孝轉換成為韓森 比喻一個時代結束 正正是另外一個時代開始 而重新做人這個命題 就是一個非常深入的命題 究竟怎樣才可以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不一定是要回復原本的身份 但重新做人的歷程 每一個人一定會要求處理好自己的過去 因為只有處理好自己的過去 才可以面對真正的未來 香港跨越九七之後 亦都相等於一個重新做人的大轉變 這裏說的轉變不單單從國籍上 由英國殖民地轉換成為特區的問題 而是每個生活在香港的人 他們在政治上和心態上 都需要有一個重新定位的問題 這部分的講解可能會有點深 和我表達有點不好 需要大家慢慢去思考和細節 究竟這套電影它是比喻了什麼 無間道1和2不單止我認為是港產片的巔峰 如果要我看了這麼多年電影 我最喜歡的港產片是哪一套的話 我都會很肯定的回答你是無間道1和2 就好像我上次的影片已經說過 它不單止集合了一時無量的演員陣容 即今時今日都不可能找回這些優秀的演員去做 它還有一個優秀的劇本 精準的對白 出色的配樂和峰迴路轉的故事 而且有意無意無間道都比其他香港電影 有一種氣質上的不同 整套電影給人一種精緻化的感覺 無論是視覺故事音效 它都刻意做到嚴肅化和認真化 這種處理手法其實有點像外國荷里活的電影製作 非常之類似 一般在其他港產片是無法找到一種精緻化的 所以我會覺得無間道將會有可能是我一身人當中 一套無可代替的電影 悲觀地說我不認為我有身之年可以看到另一套 可以和無間道比美的港產片 尤其是現今社會創作空間收窄 所以我相信能夠和無間道比美的電影 應該是後來無者 多謝大家收看我兩條無間道的影片 我這次也是第一次做一些舊電影的體後感 其實我也想說一些舊的港產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包括這個杜奇峰的銀河系列 以及這個王家偉系列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這樣我會在下次作為參考推出相關的影片 這條影片就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還有這個位置也想宣傳一下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大MansionD的主頁 你會發現右邊會多了一個Instagram icon 其實大MansionD的Instagram 最近就已經開了 這裡也想說一下 其實大MansionD的YouTube Channel 主要就是講這個神秘學 電影動漫和遊戲 還有做這個遊戲直播 還有做這個遊戲直播 那麼大MansionD的Instagram 主要是會分享一下我的生活點滴 以及一些文化相關的東西 例如我可能見到一些Fashion 三副鞋物很漂亮 或者有一些很新奇有趣的產品 我都會在這個Instagram上面去分享 所以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我的IG 會完全講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 你在IG會看到一些在YouTube Channel 完全看不到的東西 相反也是 但是我的IG暫時還未有一張圖 我估計未來這一個月 都不會有第一張圖 因為我想第一張圖 我應該要放什麼照片上去才好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 我對一些文化藝術有關的東西感興趣 或者我平時有什麼生活的點滴 例如我去享受一個很美的咖啡 就是可能去了一間很美的咖啡 或者我去旅行 去見到一些很新奇的景點 我都可能會在IG分享 如果你對於這些都有興趣的話 請你追蹤我的IG 喂喂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like and share 留下你們的建設性留言 還有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下次有新影片 你們就會馬上第一時間知道的啦 按下旁邊的全部 Nineveh